早幾天有個叫做雞仔堂 就累死警察 是不是 那些人都說 每個都在鬼殺那麼吵 你聽我說 累死警察 這個是蘋果日報講的一家引號 製造一種輿論就是 你現在去示威 你就累死人 就為今次七一的示威 他要打壓我們這個遊行製造口實 對不對 為警察製造仇恨 因為這個雞仔堂要去跳橋 跟著那個警長爬上去 然後不慎掉了 跟著那個責任就推到雞仔堂那裏 不但推到雞仔堂 推到所有遊行示威的人身上 這個曾偉雄 我們叫他做託鷹 又是食屎狗來的 這個處長 他是 對上兩次的遊行 他已經是打壓的 已經是強力的 這個混蛋可能想做保安局長 你明白嗎 這次要搞民陣 又是一樣 這些法西斯心態 我們是不會接受的 對不對 我要說一句說話就是 中國人有一個叫做法不自重 你想什麼 我幾十萬人上街 我看你怎麼搞我 是不是 如果只有三九兩丁七 都可以 是不是 所以我建議那些準備 被在政府總部留守八十後九十後 一定要搭友 搭友 是不是 你只有三幾十個就逐個抬你 比如我人民力量 七一那條隊有三千人 你來抬吧 你怎麼抬啊 三千人 這個叫做法不自重 是不是 是這個政府逼我的 我都想很有秩序 是不是 比如好像雞仔堂 你逼到他走投無路 還有我們的黨偶 還有一些報紙 有些電台 好像那些賤人 李慧寧 是不是 這些傳媒 他還要說 這個抽水政客 他不知道雞仔堂第一次跳橋的時候 是大救去救他的 是警察要求大救他的 因為我們做立法會議員 我們其中一個責任 就是要為那些市民提出的申訴 我們去處理的 大哥 我有四個地區辦事處 還要在立法會有一個申訴部 我們要當值接受市民的申訴 什麼問題都有 你要幫他們處理 大救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他就去處理劉玉堂這件事 他說他是幕後黑手 你說幾個混蛋 你說是不是 那死了人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一定要死因調查 OK 我們做市民都有權要求 這個警長殉職 身亡這件事 要做死因研究庭 你就查到真相 對不對 就不要給傳媒 給一些政客 現在在抹黑那些和平示威的人 他要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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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對不對 所以 這個世界是沒有什麼是非的 你看到報紙賤到無論 其中一張叫蘋果日報 就說這個雞仔堂 駝裏的警察 一口咬定 對不對 這張毒蘋果 也是香港的傳媒霸權 要打到的 是不是 是 各位 替補機制 剛才 萬別說過 我跟陳偉業提出 是很簡單的 一個抗爭的方式 就是我們利用立法會議事規則 容許立法會議員提修訂案 就這個原本的法例 我可以提很多修訂案 修訂案提出來的時候 立法會就要辯論 每個議員可以說15分鐘 我們叫這種打拉布 OK 打拉布在議會裏面 是常態來的 全世界的議會 大家上網搜尋 Google搜尋 F 那個Philibraster 你將這個字 你去搜尋 你就見到什麼叫做 在議會裏打拉布 很多的反對派 或者小小的政黨 因為他們在議會裏面 不是多數 面對多數的暴力 他要將他們的意見 能夠得到新章的話 他會採取一種抗爭的手段 這種抗爭的手段 包括合法的 利用議事規則 容許的範圍 提出修訂案 大量的修訂案 打拉布 癱瘓你的議事情序 我們和大舊 現在提出1200條修訂案 每條修訂案 我們每人可以說15分鐘 如果民主派的朋友 包括公民黨 在立法會裏面 23個議員 每人 就一個修訂案 說一次 幾多分鐘 是不是 如果我們提200個修訂案 一個修訂案 平均 我計他兩個小時 要處理到 100個 就是200個小時 是不是 200條 就是400個小時 400個小時 多少天 這個就叫做打拉布 到最後 你就沒有辦法 在7月13日 這個最後 就是我們這個會期的最後一天 完成這個立法 於是我們用時間換取空間 繼續去抗爭 對不對 結果 民主黨 他說他不修訂 不發言 不修訂 不發言 那你不要不做人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他還有一筆 我們說 打拉布之後 我們下一步的就是 全體23個泛民主派的議員 總辭抗議 好 好 他說我不辭職 我屌你了 我尾巴 說髒話也不行 是不是 不辭職 不修訂 不發言 是不是 只是去投反對票 你扑街 投完就坐飛機去郵埠 我們這個會期 最後的一天 是7月13日 但是 7月13日是 會期的日子 要開三天 最少 三天 三天 但是如果我們打拉布 打他二十天 他們的飛機票全部都要改 現在 我告訴大家 7月18日 是我們舊立法會大樓的告別晚宴 即是我們會離開這座立法會大樓 去一個新的大樓 是十月的新的會期 去一個新的大樓 OK 我們會離開這個大樓 所以有個告別晚宴 7月13日 是這個會期 這個年度的會期 最後一天 他要拿來在這個最後一天 通過 這個替補方案 由5月17日 這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這個食屎狗 林瑞麟提出這個建議 到7月13日 不夠兩個月 就要通過這個法例 各位 香港的法例 未有一條法例 好像這個法例 是這樣的 就算當年的23條 搞到葉劉淑儀下台 葉劉淑儀那天都說 她說我做保安局長的時候 推這個23條 都有三個月的諮詢期 林局長的力度 真的比我硬很多 當然硬過你 是不是 各位真的要明白 真的令人不是憤怒的 我那一天 他去簡報這個條例的時候 我撲過去 差半呎位 我兜巴升到她 大家上網看看那段片 七個保安夾著我 我撲在林瑞麟那裏 打算兜巴升她 你明白嗎 差半呎 我們 我們 在 異讀辯論的時候 當她最後要強行通過這個方案的時候 我們不排除在議會裏面有更激烈的抗爭 準備你抓我坐牢 所以 我希望各位朋友 你要支持我們 如果不是 我們那個鬥爭 就只是孤軍奮鬥 然後就說 余米我支持你 你去死吧 就是這樣 結局就是 我們為我們的下一代 這一班這樣的狗賊 我們是不可以放過他的 對不對 何俊仁 作為民主黨的支持 他說 他們不會辭職的 我們是一個溫慶提示 小弟去年搞五區公投 我們遲了一次給你看 是不是 我可以陪你遲多一次職 大家試想一下 如果23個立法會議員 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 全部集體整持 還有一年而已 這個任期 整個議會下一個會期是癱瘓的 這個是一個國際新聞來的 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對政府的壓力是很大的 他是絕對有可能 因為你23個泛民議員總辭 而撤回方案的 還有大家不要不知道 在立法會裏面 23個立法會議員 泛民主派所代表的民意 是百分之六十 是六成的選票 一個議會 有六成民意的代表 集體撤退 抗議惡法 你說政府受的壓力多大 但是民主黨的主席說 我們不會做的 所以 今年年底11月的選舉 明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 我們要民主黨怎樣 挑戰挑戰 多謝大家 我給郭醫生 你是公民黨的 希望郭醫生可以說服到 公民黨在這個立法會裏面 和我們一起提出收定案